提醒大学生上课不要再想着翘课或是打瞌睡了 因为现在有学校成功研发出一种人脸辨识自动点名的系统 这是由电脑跟摄影机先去扫描学生的脸 未来一定要本人进入教室才能够被点名到 而这套系统还能够抓学生上课打瞌睡 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有科技感的教室在新竹的中华大学 每个学生上课的桌子多了一根黑盒子 其实它就是一部摄影机负责点名用的 不管您的人缘多好上课再叫人来帮忙带点名完全行不通 这下子老师跟学生不必再玩叠对叠或记忆力大考验的游戏 这一套人脸辨识系统只要一秒钟就可以找出翘课的学生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可以清楚分析学生脸上的表情 看看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吸收程度 有一点不习惯吧 可是因为不会挡到黑盘所以应该是应该是还好吧 偶尔会 偶尔会校图对不对 所以有了这套以后可能就不敢去校图 对 还是有点紧次的效果吧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表情的辨识 让老师知道说到底这个学生对他的上课内容 到底清不清楚是一个很困惑还是很清楚的状况 事实上人脸辨识的技术本来是用在门禁系统 但现在中华大学不但用来点名还有表情辨识 甚至连教室的温度跟光源都可以自动感测 然后自动开冷气和关窗帘来调节 现在的科技真的帮老师省了很多事 但学生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打混摸鱼咯